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这个奉奖女士啊 真的在培拉多他做的品质就是时代的 哎呀我想不得了 这个品质是现在啊 跟科技结合 把这个创意跟创造力发挥的 名领尽致 不管是互动的激动的 以及数位影音结合 那么带动了很多的观众 那么今天未来有幸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来所办这些展览 因为这些展览 实际上是星空剑林老师所策划的 星空剑林老师一直动我们活着很多很多年 那台湾的艺术创作呢 如果有跟科技能够有所结合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在国际上 也能够画画画的 这是因为有文件会 大力的支持 黄校长的代理 还有邱董事长 给我们这么好的空间 可以继承这样的一个展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人家的名字把它喊出来 那喊的有没有有名 然后呢就可以把你画 我们讲出一盘的很小声音 是有没有有名 然后这些都是其他 那因为我们现在就一个 目前上的一个成维 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姿势 不锈钢 把它处理到像镜面 那这些都是它 手工打造 不是分魔 那这些作品 讲的是有关几率 人的几率 命运 火到底有多少 然后我们用骰子的数字 来做拍片 可以出一个形状 那就会 让你的形状 去拍出一波的 口罩子 那些造型 那就可以帮你穿出 今天的幸运号 好 好